徐曉星的婆婆用房子抵押 借錢給女婿做生意 結果被騙到底多少錢 在徐曉星口中又出現不同版本 幾乎就是把我自己夫家的 他們可能退休養老金都騙光啦 以投資公司的名義 那讓我的婆婆 那跟她借了2000萬 共借了1880萬 將近2000萬元 相隔三天借的金額少了100多萬 網紅四長毛發文說 她去查了徐曉星婆婆抵押借款 同一棟屏東房產110年9月3號 向銀行借了720萬 不到半個月15號再借480萬 同年11月26號250萬 總計借了1450萬元 和徐曉星口中的2000萬 相差550萬 那所以會犯什麼法嗎 實際上沒有兜不龍啦 但是請問會觸犯哪一條法律呢 昨天明明就早餐吃玉米蛋餅加番茄醬 但是你卻告訴我你是加醬油膏呢 太可惡了 難道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胡爛要有一個限度啦 數字就不一樣啊 政治人物立法委員他講的話 我覺得要有一定的公信力 那我們覺得有不對的地方 當然會想問一下 大姑漢傑夫詐騙事件爆發後 徐曉星的說法幾度改變 對於資助婆婆貸款利息一百萬的解釋 也從貸店變成贈語 律師質疑是為了規避沒有申報債權 1450不知道是什麼 我只知道網軍是1450的代稱 平時最痛恨的1450 剛好是婆婆這間房子借的數字 是否還用別間房子借款 總數是1880萬還是2000萬 平時愛抓他人小辯子的徐曉星 有面臨新的回力表 三十零卡中文宣傳